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然后在这个衣服上画出来 那么我首先量出来它的腰围 也就是我这件衣服需要的宽度 因为小孩子还没有发育 它上身基本就是一个圆筒 所以这上衣的形状非常简单 然后呢我再画出来它的肩宽 还有它那些袖口下缘的深度 然后把这个肩膀外缘的点 跟袖子下巴还的点连起来 因为我有这种曲线尺 所以我就用这些尺子来画袖口 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手画一个曲线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你画腰围的时候要注意 在你实际测量的尺寸之外 再加上一点放量 这样的话穿上衣服比较宽松舒服 然后活动也方便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上衣剪出来了 剪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接沿着我们画好的线剪 要在缝线之外大概1到2厘米的距离剪 现在来做彼得攀领 首先是打板 像我视频中这样把这件衣服铺在一张纸上 然后呢我们要描这个领口 描一半就可以了 从前片开始描到后片正中 把这一部分的领口描下来 然后呢画出想要领子的形状 那么我画的就是最传统的这种两头圆弧的一个长条 然后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你可以画三角的呀 画任何你喜欢的形状 现在就可以把打好的板剪下来了 不过剪的时候要记得 同样要在画好的板琴外面留1到2厘米的余量 我们要用这个板呢 才四块布 你可以就拿这件衬衣剩下的袖子来做领子 也可以另外拿一块你喜欢的布 发挥你的想象力 做你喜欢的设计 我用这个白色的布裁了四片领子 然后我要把它沿着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缝起来 另外一片领子也是一样 这就是缝好的样子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其实对于这种缝缝呢 有一种比较专业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们把后面缝线之外的部分 推到一边 推到里子的部分 然后再离我们缝线非常近的地方 然后再缝一条线 这样缝完呢 这个你正面就会比较平整 然后你们知道我 我是很懒的 所以我就准备直接用花边剪 把这缝线之外的部分 剪得尽量靠近缝线 我这种做法是 错的是不好的 建议大家不要学 建议大家去用那种比较专业的方法 就是这毕竟是一个视频教程 虽然比较懒 但是我自己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正确的好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管用哪种做法 接下来都是把领子的正面翻出来 把这边角整理一下 然后把它运平 运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大范围的来回移动运动 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的 小很小幅度的来回按压 另外像我之前最开始没有运动的时候 我就拿字典那样的后竖 把它压平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把衣服的正面堆在一起 把它两边缝起来 接下来是上领子 那么我还是先讲正确的做法 因为我还是要做方便的做法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把领子缝到衣服的内侧 领子的反面跟衣服的反面对在一起 沿领口缝起来 然后再把领子这样子推出来 这样子推出来的做法呢 是领子的毛边跟衣服的毛边 正好夹在两者中间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是因为我这件衬衣呢 有这个缝扣子还有扣眼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呢 这地方就是翻出来的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都整个拆掉 从这挑开 但是这样太麻烦了 你们知道我是怕麻烦的 我就偷个懒 直接把领子这样子放在衣服的外边 领口对齐 然后把领口这一圈 窝回去 然后给它缝在一起 这种做法呢 你把衣服脱下来去看领子的话 你是能看到有毛边缝在里头的 但是你日常穿着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这是领子缝好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把扣眼还有扣子 头上这一小节毛边窝回去缝起来 接下来处理袖口的毛边 处理袖口的毛边呢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把这个毛边窝回去 然后把这一圈缝起来 但是呢因为这种弧形的地方 我们要注意 它外面这个边会比你窝起来的那个边短 如果你这样直接握回去缝起来的话 那么里面那个边会是扯着的 那么这个缝好的袖口它整个会皱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你握回去的部分 隔一段距离剪一些小口子 然后你再把它握回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剪的口就延长了里面这个边 那么这样缝出来的袖口呢 就是平整的 现在呢用剩下的衬衣来做裙子的部分 首先我从衬衣的下摆往上量出 我需要的裙子的长度 从下摆往上的好处呢 一个是我可以避开口袋的部分 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好的裙子 这个下摆已经锁好边了 我就不需要再处理下摆的边了 然后就可以把裙子裁出来了 裙子上摆的打折呢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你可能在我别的视频里也看过的 最常用的 那么就是在靠近腰的位置 把缝纳机针脚调到最大 给它缝一圈线 我们一个手拉住线头 一个手整理布料 这样的话布料就会自然的出现打折的效果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是手工一点点打折 那我们要把衣服的上半部分也拿出来 然后把裙子的下摆展开 跟衣服的上半部分 正面 我们先把两头 这个有扣子和扣眼的地方对齐 然后对齐以后我们用珠针把它们别起来 然后我们分别找到上衣部分侧面的缝线 和我们裙子部分侧面的缝线 把它们也对齐用珠针别起来 现在你看我们别起来的部分 上衣的部分短 下面长 没关系 我们找到它们各自二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二分之一的地方对齐别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二分之一的地方对齐别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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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离我们缝线很近的地方 再给它缝一条线 这样它的腰部才会平整 顺便说一下 其实衣服上这些毛便 你都可以用包边机包一下边 或用缝纫机的包边压角给它处理一下 但是因为我 我比较乱 而且觉得小孩的衣服 因为它穿到秋天 大概三个月吧 等到明年它长大就不用穿了 所以我这些细节我可能会马虎一点 但是我还是建议 如果想要完成度更高的话 那么多给它们锁一下边 最后一个要处理的细节呢 就是再加一个扣子 夹在这件衣服的领口位置 这件就一改造就完成了 来看一下对比吧 我得下个人 在哪里 我抽出了 就像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